我们今天上午有采访到一位 其实是他对中共很了解的 他知道中共在镇压墙内抗议的百姓 然后就是表示对我们的这种支持 而且他说就是完全绝对的 非常的就是认同战友们 在这里航皮抗议的自由 然后我们上午有采访到了三位美国人 尤其是中共现在在墙内做镇压 然后让大家更看到了更多的真相 他们知道中共的清零措施是这么残酷 我们这边的话除了这种支持的声音 也是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 但是我们不确定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周围来观察 我们的就是战友们的场地的 一些可疑的人也有 然后我们今天上午也有两位 然后甚至有人对我们说 你们作为中国人 你们在抗议美国人干嘛 你们怎么不去中国抗议 他其实这种是很粗鲁的这种 然后另外一个战友们的支持者 他就说到其实这是common sense 你在中国你抗议完全没有自由的 你抗议完之后 他不面临的不是说被贴个罚单 或者是怎么样 他面临的是被处刑 或者是被处死这种危险 所以他们是在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然后对于那些充耳不听 充眼不闻的人 就是完全不用理会 然后我们战友们就是继续 我们继续站到这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